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一前灵机十三节 上官古风 急进丹地一开始也不知道来人是谁 此刻顿时眸光一鸣 憨声说道 竟然是他 楚华汉几个人目光一鸣 意识纷纷地心中一惊 上官古风其实很少在江湖上走动 因此大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 但是像楚华汉这等老牌顶尖强者 自然是无人不知晓上官古风 特别是他作为上官夕儿姑姑的身份 自然更加引人注目 清晨没有看到 当上官古风出现的时候 之前那施展魔宫的黑衣人目光一闪 似乎是露出了阵境 身躯也是微微地抖动了一下 但是瞬间就恢复了瓶颈 至于周围那些天雷城的和五玉的诸多势力的舞者们 则是一个个发愣 心中一头的误说 上官古风 这个人是谁啊 怎么以前没听说过呢 上官古风 你是为瓢瓟工的人 竟然也敢来这里 不怕死啊你 人群中 龙霸天跨前一步 冷哼一声 身上的寒意战法 轰的一下 一股龙气从他的身上抱涌而出 直扑上官古风 杀气腾腾 气垫的娄子墨也是怒气腾腾地走了出来 浑身涌现出了惊人的力量 一股股真缘在他周围萦绕着 宛若是洪水涌动 让人不寒而立 怎么 两位就是这么欢迎老身的吗 上官古风不以为意 从虚空之中走向 所过之处 人群纷纷散开 一个个瞪抱了眼珠子 骇然地看着自如行走在诸多强者中间的上官古风 心中 骇然前所未有 飘渺宫的人 道夕冷气之声此起彼此 如果说 当今天下 所有武者最不敢惹的势力是哪一个 没有别人 飘渺宫毫无疑问 绝对排行第一 两百年来 飘渺宫凭借着可怕的手段 以及执法殿武孔不入 将整个武裕控制在手中 是天武大陆名副其实的第一势力 因此 听说上官古风是飘渺宫的强者 再加上他上官的负姓 顿时引来了所有人的阵击 纷纷地赫然倒退 一时间 场上的气氛顿时变得万分诡异和凝质 无形的杀几种暗中流露出来 龙霸天冷冷的 上官古风 你飘渺宫为祸天下 勾结异族 杀我龙家弟子 今天还敢来死 你就不怕我今日拿下你 替我龙家弟子报仇吗 上官古风哈哈一笑 自是不以为 只是眯着眼睛冷冷的 龙霸天 就凭你也想拿下老身 背面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更何况 我飘渺宫勾结一族 却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 你可否有证据 说没证据 敢诋毁我飘渺 信不信老身我出去后 率领执法殿 灭了你龙家 让你龙家在这武裕之中 彻底消失 众人大惊之下 无不狂振 个个的目瞪口袋 灭了龙家 这口气也太怕道了 龙家乃是天武大陆 最顶级的家族之一 威名赫赫 盖世无双 其传承 起码有五六千年 而上官古风随口就是灭了龙家 好大的口气啊 如果是别人这么说 众人只当他是在吹牛 可是现在 这么说的可是上官古风啊 众人 骇然之余 内心更是狂振 如果说普天之下 若是真有哪个势力能够灭掉龙家的实力 飘渺宫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没看到 在武裕传承了数千年的大陆顶尖势力之一的古方教 被飘渺宫说灭就灭了 龙霸天目光一明 呼吸沉重 目光愈发的阴冷 心中恼怒至极 这上官古风好大的口气啊 此时此刻 龙霸天内心震怒 无以言表 事实上 他的心中 其实已经打了退堂鼓了 心知 自己若是真在这里杀了上官古风 那么龙家也必然完蛋 以上官夕而的霸道 怎么可能放过他龙家 可是 若让他就这么退让 又让龙家的面子往哪丢啊 哈哈哈哈 龙霸天不由地狂笑起来 一边大笑 一边看向了娄子墨 冷冷的 娄兄 这上官古风竟然还敢威胁我的 你说龙某应该怎么做啊 娄子墨如何不知道龙霸天的意思 龙霸天分明是想将自己给投下水 但是当初气垫 联合轩云帝国进攻 飘渺宫 结果非但全军覆灭 甚至连气垫的副电主 穆寻也都投了敌了 这等大仇 岂能不报 我得费什么话 先拿下他再说呀 娄子墨冷哼一声 跨前一步 哈哈 好 娄兄所言 正合我意 龙霸天五指一句 劈啪的爆鼓声 开始接连响起 拳头四周浮现出了 一层层淡淡的龙形虚影 发出了龙银之声 空间一缩 尽数地往那龙影虚影上面 摊索而去 扯出了无数的皱纹 蕴含着一丝丝恐怖的龙微之气 在龙霸天身边之人 身形都似乎变形了 极境丹地等人见状 瞳孔一缩 目光闪烁 不由他开口道 龙兄 何必大同坎坷呢 口中虽说 可是手上却没有任何举动 只是冷冷旁观 龙霸天冷冷 今天谁都别想阻止本座 我先拿下此人 解释押回龙家 定要飘渺宫 给本座一个交代 花音落下 他轻吼了一声 直接拳头举了起来 那一拳龙气冉冉升起 呼的一下 一头真龙虚影 在他拳头中咆哮而出 直接扑向了上官古风 天空之上 无数的破碎之声 仿佛山石碎铃 砰砰砰砰的 钻入到了众人耳中 全都脸色踏变 那一头真龙瞬间膨胀 化作了一条数十丈的 巨大权威龙影 翱翔九天 直扑上官古风 要将上官古风 彻底笼罩其中 绞杀成碎末 众人露出了惊论 目光所见之下 上官古风瞬间 就被那青龙给吞噬了 不由地露出了 骇然之词 龙行全影之中 上官古风 却是嘎嘎怪笑了起来 龙霸天老祖 你也太看得起老身了 一出手就是如此狠招 也不怕失了风度 他站在那真龙漩涡之中 朗朗大笑 声音清晰地传出 映入到每一个人的耳中 什么 众人心中都是震撼 虽然料想到上官古风 没那么容易死 但是那声音 却是质地有声 仿若游刃有余一般 龙霸天眸子一凝 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上官古风嘎嘎的声音 再度响起 冷冷的 都说龙家老祖龙天霸的 灭是真龙诀 再世无双 今日老身便要看了 久久有何了不起 随后一道红光 从真龙虚影内绽放开来 发出了刺人双眼的强光 像是一朵莲花 盛开在了云海深处 方圆百丈之内 以龙行虚影为中心 瞬间探讨 那真龙虚影发出了咆哮 顷刻间 爆碎开来 烟消云散 周围一些靠近的舞者 在这股威力之下 纷纷的吐血倒飞出去 有一些修为较低之人 被余波扫中 顿时爆碎开来 尸骨无存 所有人都是大海 纷纷的后退 脸色难看无比 真是神仙打架 凡人遭扬 出手的两人还没事呢 看热闹的一群人 倒是死了不少 哼 龙霸天冷恨 脸色难看 身形晃动 呼的一下 身形如同真龙暴动 杀向了上官古风 上官古风冷笑着 身形化作了层层的残野 砰砰砰砰的 与龙霸天厮杀在了一起 顿时冲天的真元席卷 天地煞时间化作了 一片海啸野色 剧烈的暴鸣声 不绝于耳 两人大战 竟然势军力敌 娄某来也 娄子墨大笑 冲天而起 要加入战团中 右手出现了锯锤 一锤 向着战团砸去 战锤 绽放出浩瀚的黑光 将虚空轰击出了层层褶褶 虚空不住的震荡 一道漆黑冲击波 宛若是出唐咆哮 直冲上官古风 但是那冲击波 还未来到上官古风的身前 刷了一下 一道漆黑的身影 出现在了冲击波之前 竟然是和那上官古风 一同而来的黑衣人 这黑衣人双手横于胸前 一道漆黑的光芒一闪 砰的一下 竟然硬生生的 将娄子墨的攻击挡了下来 双手闪烁着乌黑的墨光 带着令人心悸的冰冷寒意 轰隆一声 可怕的鱼波席卷下来 众人四散飞逃 一片的鸡飞狗跳 而后 众人狂震 骇然的看着 傲立在天空中的黑衣人 心中震惊不已 便是连吉井丹帝等人 也都是目光一宁 露出了凝重之子 上官古风挡住了 龙霸天的公鸡也就罢了 毕竟上官古风早在三百年前 便是五帝强者 老牌的高手 更是上官昔儿的鼓鼓 上官家的顶级强者 可这黑衣人 以前从来没见过呀 不知道来历 竟然也挡住了 娄子墨的一击 这让人如何不行 萧渺宫什么时候 随便拉个人出来 都有这般修为了 娄子墨一击 被黑衣人阻挡 脸色铁镜 身形狂猛而上 聚锤舞动之下 顿时如大风车一般 无边的垂影 激荡而出 化作了层层叠叠的漩涡 直扑黑衣人 只听了刺耳的声音 爆鸣声不断向上 两个人厮杀成了 一团漆黑的影子 与上官古风和龙霸天 战斗交相辉夜 彼此不分高下 人们狂振 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而极境丹地等人 也是眉头紧锁 似乎在沉思着身 秦晨看着这两边的交手 也是目光闪烁 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虽然战斗的激烈 但是并未真正的 拿出杀手键 都还处于试探之中 他的目光落在了 黑衣人的身上 眉头紧皱 总觉得这人 释放出来的力量 有些古怪 像是魔道功法 但是却透着一种 异魔族所独有的规则之力 此人分明是一名 异魔族人的伪装 这是秦晨独有的能力 曾经吞噬过血魂精魄的他 对异魔族的规则 十分的敏感 能直接感知到 对方功法的本源 自然能看到更加透彻 识破之后 秦晨心中 更是不由的凛然 这上官古风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带着 异魔族人公然出现 还敢公然的大打出手 难道就不怕 被这各大势力给识破吗 亦或者说 他还有什么依仗不成 秦晨皱眉沉思 可就在这时 秦晨目光突然的 瞥到了不远处的赤炎魔君 只见他身躯一颤 似乎极其的震惊的 看着头顶上的黑衣人 秦晨一愣 赤炎魔君 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难道他认出这黑衣人的身份了 正疑惑间 就听到骷髅舵主震撼的声音 在秦晨脑海响了起来 这黑衣人 这黑衣人是吞天魔君大人 吞天魔君 秦晨只觉得这个名字无比熟悉 微微一正 才猛然地想起了吞天魔君是谁 这不是五国之地的血魔教的教主吗 永夜当年不过是血魔教的一个舵主 而血魔教的教主正是吞天魔君 也是永夜当年的上子 天魔秘境中的上尉魔君 后来这吞天魔君脱困 在五国之地的血魔教的老巢 沉水恢复 秦晨奴役永夜之后 就曾经找过这吞天魔君 可结果发现吞天魔君 早在百多年前就已经被人带走了 而带走其之人正是飘渺宫的人 没有想到 这吞天魔君被飘渺宫的人带走之后 竟然彻底复活了过来 并且还成为了飘渺宫中的一个高层 真是造化弄人 沉上 据我所知 吞天魔君大人 当年还有一位仙祖 曾经加入过 进入这空间封印的队伍中 这一次他前来 岂有可能是来寻找他当年仙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